众所周知,唐三的心智之所以会如此成熟 自身的战斗经验也远超同龄人 不仅仅是唐三的天赋与实力 另一个方面是上一世的唐门唐三 作为一个两世灵魂结合的人物 唐三的内心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 而唐门绝学也带给了唐三诸多好处 那么上一个世界的唐三 如果换算到斗罗大陆会是什么级别呢 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疑问 来推算一下上一世的唐三在什么级别 首先我们要知道唐门的玄天宫 是与斗罗大陆的魂力相互挂钩的 玄天宫第一重对应的就是一环魂师 而在唐三突破到封号斗罗后 玄天宫内力也是突破到了第九重 正是三花巨顶武器朝原之境 在原著264章的解释中 此时的唐三终于拥有自由施展 唐门排在前两位守法暗器的能力 在达到玄天宫第九重的境界 唐门武学至此已经登峰造极 放在前世唐三当初的那个世界 这足以在江湖上镇骨硕金 成为江湖中武林宗师最强的存在 换算过来说突破封号斗罗级别 就是唐三上一个世界中巅峰的存在 而这显然是前世唐三所没有达到的 在原著299章中 95级的唐三初次对战天使之神时 唐三施展观音类成功重创千刃血 哪怕在前世观音类也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就连当初唐门最强的掌门都无法使用 只能施展首法排名第二的菩提血 而能施展菩提血就已经证明 唐门的掌门已经达到玄天宫第九层 只不过自身的领悟能力无法使用观音类 从原著中唐三释放观音类后的描述 唐三已经站在了唐门的最高峰 这是前一世的唐三所没有达到的 以唐三的天才程度 只要唐三的玄天宫达到第九层境界 他就可以成功施展出观音类 但是上一世的唐三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由此就可以推断出前世的唐三 他的具体实力应该弱于唐门掌门 应该是在玄天宫第八层的境界 换算到斗罗大陆也就是魂斗罗级别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